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到了午饭时间都会想今天中午吃什么呢 然后肯定很多女生每天早上睁开眼 第一个念头就想 我今天应该穿什么去上班 我今天早上也是这样 就是我想我今天应该穿什么来录制这个课程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这样的T恤 这个T恤其实和我今天的课程的内容会很相关 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 我会在今天课程我们还有五分钟要结束的时候 在我们的PPT内容中揭晓这个连接 这些角色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们还会面临很多重要的决策 比如说在高考前 我们应该报考什么样的志愿 选什么样的大学 然后上了大学 如何追到女朋友等等 还有呢进入到工作中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是创业的人的话 那有些业务到底要不要去推进 如果我们是执行者的话 遇到有些困难 我们要不要放弃等等 所以这些关键时候的关键决策 都会对我们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可能很难经常做正确的决策 而且可能也很难用正确的方法做决策 那这时候 学会正确的方法就十分重要 那如何去学呢 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些榜样 比如说张一鸣 张一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创业者 他是福建龙岩人 1983年出生 今年37岁 虽然很年轻 但是呢他其实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29岁 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 他创办了今日头条 到现在已经估值达到了超过了5亿美元 这个估值呢他只用了4年 然后在这个到33岁的时候 他创办了抖音 抖音也是字节套动的第二款现象级的应用 那从他开始创办到成为国民级的应用 这个只用了两年 所以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呢不仅是今日头条和抖音 其实字节套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产品布局 从引擎层到应用层 再到商业层 已经分布得十分的全面和广泛 尤其是应用层 这就是大家经常会流传的 所谓的今日头条的APP矩阵 除了头条之外 还有抖音 然后还有这个像西瓜视频 火山视频等等 另外在国外 还有知名的Musically和TikTok之类的这样的应用 这些应用在国内外 都有非常广泛的用户群体 然后今年其实也有很多像印度啊 美国这样的一些大国 对于今日头条 它的产品系列 给他们的用户带来的影响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焦虑 那这个我们今天不仔细来讲 再谈谈字节套动的成功 它其实除了这个BAT之外 PMD有两家没有上市嘛 但是字节套动已经达到了估值5600亿元 而张一鸣自己呢 也成为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 第70位 在中国是第7位 这个他也只用了6年而已 那这样一个成功的年轻人 他究竟是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履履的成功呢 其实有很多人经常会去问说 这个金融头条所谓的一个APP举阵是怎么做的呀 然后张一鸣获得商业的成功 究竟他的这个商业的一些意图是什么呀 其实与其问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如是去仔细地研究一下 这个创始人 他的决策的方法和决策的理论 这样可能更便于我们从这里面习得一些 很有用的性格体会 用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因此我这节课主要会讲四方面的内容 一个呢是讲 为什么我们难以做正确的决策 第二呢我们看看张一鸣是如何来做决策的 那第三和第四呢 就是谈到这个决策 我们一定要提及的是思维模型和多元思维模型 所以第三部分我们就谈一谈 多元思维模型的性质和方法 第四部分我们来聊一聊 多元思维模型的基础和边界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人们难以做正确的决策 其实刚才大概起也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观的世界 其实我们的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 但是呢客观世界中 它是充满了无限的和不确定性的 因此以一个有限的主观认知 去认知一个无限的不确定性的客观世界 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人们的决策呢 其实也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这个其实和善友教授的这个课程中的 四阶期有很类似的地方 那我去看这个决策的三个层级呢 其实最低层级的是感性思维决策 再往上一个层级呢 是理性思维 再往上一个层级是折客思维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地来 跟大家解读一下决策的三个层级 首先我们看看如何以感性思维做决策 这本书可能很多混沌的同学们都有所了解 思考快已慢 它其实是非常系统的 像我们解释了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会有两个系统 一个叫做系统一 它是以感性思维来做决策的 一个叫做系统二 它是以理性思维来做决策的 那么系统一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用它来做决策 因为它是出自于我们大脑 发展了上亿年来这样的一个体制 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决策系统之中了 因此它是动用我们的直觉 几乎是一个无意识的决策 所以它会消耗脑力非常少 消耗能量也比较少 因此人们一般倾向于会直接用系统一来做决策 这就是它的优势 但是除了优势之外呢 其实它也有很多这个缺点和误区 主要就是它会导致决策的偏见和失误 因为我们太快做决策 而且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理性的思考 那究竟感性思维 会让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偏见和失误呢 这里面也有一本书讲的其实很清楚 就是行为设计学这系列书里面 有一本叫做掌控关键决策 它其实非常清晰地向我们解读了 在我们决策的过程中 我们会面对的四个误区 比如说在我们做决策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面对我们究竟有什么选择 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陷入一个思维狭隘的误区 当我们了解了选择之后 我们在分析每一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会陷入正式倾向的误区 然后我们对每一个选项都了解了 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们还会陷入短期情绪的误区 到了最后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们要去面对结果 接受结果的时候 我们还会陷入过度自信的误区 那看起来好像这个 感性思维决策的过程中 这是陷阱是层层密布的 那么究竟每一步的误区是什么 我们怎么去应对呢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刚才说到第一个误区 是这个面对选项的时候 我们会陷入一个思维狭隘的误区 这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说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其实经常会把自己的选择范围 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中 甚至说我们会以一个二元化的简易思维 来看待选择 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问这个是否的问题 似乎这个答案就是 非此即彼或者非是即否 其实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座的有些同学 一定会面临公司中的一些决策 我们可能经常问的问题是 我的公司到底要不要做这项业务 或者说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停止这项业务 你仔细想一下 这个问题提给自己 其实都是一个是否的问题 你似乎是个选择 但它其实没有选择 它只是一项而已 我去年也有一个提给自己的问题 是我要不要送儿子去美国读书 后来我仔细想想 我这个问题也是个是否的问题 我没有给自己其他选项 但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其实我们面对一个决策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更多的考量 是我们究竟有多少可以选择的项目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每一个项目 作为一个十分细致的分析 也进而能够知道说 我们做了某一个选择之后 我们最大的其实要面对的是 所谓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我选择了这一项 而没有选择其他项 我放弃了那个最大的代价 可是如果你只给自己一个是否问题 其实你只考虑了其中一个选项 那你就忽略了这里面最重要的 你需要去考虑的机会成本的问题 所以面对这个思维 狭隘的这样的一个误区 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避免给自己问是否的问题 你把这个问题改成一个 扩大选择范围的问题 举个简单例子 还是刚才那个 公司要不要做这项业务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 到底什么才是我最应该做的 因此你就把一个狭隘的是否问题 变成一个很广泛的 让你自己去提供各种选项的 这样的一个提问局 然后我那个问题也一样 我会把要不要送儿子去美国读书 改变成如果要让我儿子更好的成长 我该怎么做这样一个问题 因此扩大选择范围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避免 面对选项的时候思维狭隘这个误区 那第二个误区 当你已经充分考虑了很多选项 你去判断每一个选项的时候 又会陷入到证实倾向这个误区 这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系统一太快做判断了 其实我们脑子里就有一个直觉 尽管我摆了很多选项 但我隐隐地就觉得 其中那个选项是我想选的 所以我后续搜集的所有的信息 去论证要选哪个选项 去证实的时候 我都会不自主地 去往这个选项中去清醒 那我们搜集的信息 可能都是对自己的这个选项 有利的这个信息 当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们还会因为说 那我这个决定很理智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新闻传播学中 有这样的理念 就是受众在接受信息的时候 都会陷入这个选择性的偏差 它包括我们对信息的选择性的接受 接受了之后又选择性的理解 理解了之后又选择性的记忆 所以这三个层次都会使得 我们其实真正理解信息的时候 它已经和真实事业中的信息 有很大的一个偏差了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去寻求认可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假装自己在寻求真相 其实我们是要获得认可 比如说我们问 我穿这条载裤会不会很胖啊 或者问别人说 你认为我这篇文章写的怎么样啊 其实我们都是在寻求认可 我也经常这样 就我有时候问我老公说 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如果我老公说挺好看的 我就会很高兴 说嗯 选对了 如果我老公说不好看 我就会说 你什么审美观点都没有 以后我不问你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不是在这个让他告诉我真相 而我是在寻求认可 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根植在我们脑子中 系统一必有的一个陷阱 那怎么避开他呢 其实你知道原理 你就很容易避开他 就是你一定要放开自己的心态 帮自己去更加公正地 寻求更多的客观的证据 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 公司决策的一个系统 那你如何给你公司营造一个 大家都能平等地 发表自己的言论 都能够开心不公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对于任何一个观点 提出认同或者不认同 而你作为公司老板 或者你作为决策者 你又能非常开放地 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决策的环境 这个很重要 然后另外就是 当你去分析这些选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能跳出 你现在这个熟悉的人群 去寻求一些外部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也许外部的建议会更加客观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找到 这个领域的专家 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因为他们可能认知会更加的专业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好的方法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写在这个PPT里面的 以MVP 就是你直接不用去讨论 也不用去研究 因为你花很多时间讨论 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更好的方式呢 是你就直接去试一试 就是用MVP 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的方法 直接把你的假设 放到现实中去检验 得出数据 你就知道说 这个方法究竟对还是不对了 所以其实一切讨论 也许都是主观的 那么直接把它放到 事实中去验证就可以了 因此这些方法 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避免 正式倾向这个误区的 那么当你分析了 当你找到了所有选项 分析了每一个选项的情况的时候 该做决策了 这时候做出选择的时候 还会陷入第三个误区 就所谓短期情绪的误区 这指的是什么呢 就指的是说 我们在判断这个决策的时候 使我们做决定变得困难的 并不是缺少了选项和信息 而是我们有时候 我们内心自己的一些倾向 我们内心的冲突 比如说眼前的压力 管理层的争议等等 都会使我们 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也许不是一个 十分理智的状态 那如何克服短期情绪呢 我举了一个 就是很知名的例子 就是当年Intel 来给他们做一个 巨大的战略转变的时候 他的两个创始人 格鲁夫和摩尔的对话 这个背景呢 是上个世纪80年代 因为当时Intel的 主要的产品 是他的这个半导体的内存条 但那个时候 美国的这个企业的领先优势 已经被日本企业追上 甚至赶超了 然后对于Intel来讲 他们的核心业务 就是这个半导体内存条 那这个时候 他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呢 其实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困局 然后这个时候 格鲁夫问摩尔说 如果不是咱俩 咱俩已经离开这个公司了 我们的继任者 你觉得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然后摩尔就十分坚定地回答说 他一定会放弃 我们的半导体内存条 的这个业务的 那他们俩就说 那我们知道别人会怎么做 我们自己还犹豫什么呢 所以他们就非常坚决地 放弃了他们当时的主营业务 占他们非常大的 收入比例的这个内存条 而转而进攻 他们的核心的CPU 这样的一个新的业务 才使得Intel 又有了新的一个生机 成为全球最大的 CPU的生产商 因此你就会发现 这两位创始人 他们做的方式是什么 用一种思维的锻炼 帮他们逃离了短期的情绪的困扰 所以我也有一个应对方法 这个很简单 叫做实时时法则 也就是当你去面对决策的时候 你怎么去从短期情绪抽离开 那你可以假设去问自己说 如果十分钟后 十个月后 甚至十年后 你会怎么看待自己 现在这一刻做的这个决定 做的这个选择 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 就能够帮助你们 达到一个情绪的平衡 来弱化短期情绪 寻找一个长期的价值 那最后 就当我们已经做完选择之后 我们还会掉入第四个误区 就是所谓的过度自信的误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在心理学上受 很多固有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所谓的观察者偏见 所谓的禀赋效应等等 我们都会对未来如何发展 做过于乐观的一个估计 而且越是专业的人 他可能会估计得越乐观 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 比如说Beatles 当年他们还没出名的时候 找到一些唱片公司 来寻求签约来发展 但是一个知名唱片公司老板 当时这么回复他的 说我们不喜欢你们的声音 乐队组合已经过时了 这是一个十分专业的人 当时的判断 但我相信他后来一定十分地后悔 因为他错过了 直到现在都可能是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乐队 刚才我谈到 尤其越是专业的人 他越容易做错误的判断 比如说医生 当医生对自己的某个诊断 感到非常确定的时候 统计数字表明有40% 这情况下他是错的 学生也一样 学生考试结束之后 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犯错概率 只有1%的时候 其实真正概率是27% 这都是一些客观的统计数字 表示他的结果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 陷入对未来过度自信的 这个估计的话 我们如何去应对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自信 比如说我们应该给自己 设立一个区间思维 什么是区间思维呢 也就是我们过度自信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预测 未来的时候 给出的是一个 最佳结果的一个估计 但实际上 未来的发展不是一个点 可能性是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应该是 除了对最佳结果 有一个预计之外 我们应该还有一个 最差的预期 就是在最差的情况下 可能你会是 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样才能让你的脑子 对未来有一个充分的思考 给出最佳情况下 你会怎么做 但更重要的是 最差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去应对 甚至怎么去预防 这样才能是 我们对未来的估计 更加的客观 这是第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呢 是我们还可以设置 一个所谓的止损点 什么叫止损点呢 就是因为我们系统一 是懒的 所以一旦我们有了 一个决策之后 它在我们脑子中 会自动形成 一个执行的惯性 比如在生活中 可能我们每天早上吃什么 基本上已经固定了 然后我们每天下班之后 走哪条路回家 可能也基本上固定了 这种在生活上 已经形成的惯性 可能没什么影响的 但是在工作中 某一个决策 一旦形成惯性 它会使得我们 很难从一些 已经有的 可能错误的决策中 抽离出来 从这个泥沼中 跳出来 那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做 就设一个止损点 所谓止损点 其实我们经常都在做的 比如说我们的周会啊 然后阅度总结啊 季度OKR啊等等 其实都是 给我们一个 抽离出来的一个机会 打断我们的循环 让我们认真去看 我们工作的结果 除了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对未来 做一个 止损点的一个 估计的预期 比如说 这项业务 我预计会增长10% 但是呢 我最差的预期 可能会降低10% 那么我就会 给一个最差止损点 说到 那到降低10%的时候 我一定要 做一个干预 说我这项业务不做了 或者说我要换人来做 等等 因此设置止损点 是非常好的一个 帮助我们 去对未来 过度自信的预计 提供一个 反馈措施的一个方法 因此上面的四个步骤 其实我谈了 我们以感性思维 这样的一个系统一 做快速决策的时候 它可能会陷入的 四个误区和应对方法 我相信 在我们在座的 混云大学同学中 你们做决策的时候 一定也会遇到 这四个过程 那你可以想一想 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做决策的 以及你有没有陷入误区 和怎么样去应对呢 或论三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伤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